接下來通常要介紹的是 4-2 雙變量的數據分析 之前我們都介紹單變量 就是說我們可能是x1,x2,xn 要求它的酸素平均、中位數、重數 甚至標準差、變異數等等 這個就是單一個變量 x變量 那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兩個變量 兩個變量就是 xy變量 x等於x1的時候y等於y1 x等於x2的時候y等於y2 一直到x等於x等於y等於y2 可以嗎?這樣有同理 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考慮x跟y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圖形 稍微畫出來 就是說你這樣這些數據 就形成這麼多的坐標 那這麼多的坐標 可以把它畫在這個坐標裡面上 那就會得到一些圖形 那就是它的x、y散布圖 散布圖 那如果你的散布圖呢 通通在某一條直線上 完全都在直線上 那這個x、y的關係 我們就稱為完全直線相關 完全直線相關 如果你呢 這個關係剛好在某一個曲線上 這個方程式的曲線上 好,那這個我們就稱為完全曲線相關 完全曲線相關 完全曲線相關 好,完全曲線相關 如果你的根本就沒有相關 如果你的根本就沒有相關 就是比x跟y看不出來說 它有什麼相關性的話 就是好像感覺不錯 它有什麼相關性 那這個就是無相關 好,那跟完全直線相關 有時候會很接近的一個 還有這個先講一下 我們現在講的 以後要 就是目前高中教的 不交曲線相關 不交曲線相關 所以現在如果說完全相關 意思就是完全直線相關 我們在這題上面都是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部分 就這樣子來 那跟它會很 先講一個 接下來我們先講正相關 什麼叫正相關呢? 就是說x變大y就變大 這個就成為正相關 像這個 當x越往右邊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y的點越來越往上面 那它也是越來越大 x變大y也變大 這個叫做正相關 那意思就是有負相關 負相關就是 當x越來越大 y呢 越來越低 y是越來越小 這個就叫做負相關 好,這個叫做負相關 那有完全相關 有完全相關 有正相關 有正相關 負相關 你可以把它合起來 就是說 像這個的話就是完全正相關 那這個的話就是完全負相關 那這個的話就是完全負相關 那有沒有不完全的 有一些不完全的 有一些不完全的 就是說你的點沒有完全在直線上 有一些在外面 但是很接近它 很接近它 很非常接近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高度的相關 高度的相關 那這個高度的相關 剛才完全的相關 我們就稱為百分之百的相關 百分之百 正相關 那就是正义 正义 那百分之百負相關 就是負的百分之百 那就是負义 它的相關 有一個係數 這個相關係數 那就是百分之百相關 就是正义 它的相關係數 百分之百負相關 就是負义 那這個呢 它沒有完全相關 那這個高度相關的 如果是正的相關 高度正相關的話 那就介在0.7到0.1之間 這個就是高度的相關 沒有 不是0.1 0.7到1之間 0.7到1之間 就是高度的正相關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是負的高度不相關 那你就是介在負1到負的0.7之間 這個就是高度的負相關 高度的負相關 那這種就是高度的正相關 那有高度的 當然會有什麼 低度的或者中度的 對不對 那什麼是中度的呢 如果你的臉再多一點 然後稍微再往外面一點 不一定要點多 不一定要點多 就是稍微散一點 那這個就會是中度 像這樣子的話 你看綠色點就好 看綠色點它就是中度 那中度的正相關 會介在0.3到0.7之間 在0.3到0.7之間 那負相關呢 中度的負相關 是介在於 曝額0.7到 曝額0.3之間 好 然後 接下來還有 剛才講到的低度 對不對 那如果是低度呢 低度那就是更外面一點 更散 就是你看起來 還是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方向 但是它很微弱 好 就是 稍微再過來一個 好 雖然看得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 很微弱 這個關係很微弱 好 這個是低度的 那低度的 它的是介在你到 0.3之間 好 就是低度的 正相關 好 低度的正相關 然後低度的 負相關 就介在 負的0.3到0之間 好 那 接下來就有一個 你可能以為它是 完全的正相關 但是它不是喔 特別要注意 這個 當x變大 不管x怎麼變 y都沒有改變 x跟y x跟y 是不相關的 因為x再怎麼變都不會影響y 所以這個叫做 不相關 或者0相關 不相關就是0相關 可以嗎 或者這樣也是一樣的 不管你 y怎麼變 x都不變 都不會影響到x 所以這個也是不相關 是0相關 就像這樣子 就是 這種 這個都 看不出來 一個是變大 或一個是變大 還是變小 這種的 都是 0相關 好 到這邊看看 同理